證實情況還有更慘的 有網友PO文抱怨 前幾個禮拜被公司資遣 竟然只是因為全單位 只有他沒結婚 沒小孩 高層主管還說 31歲還年輕 再找工作容易 讓他當下覺得很扯 實在無法接受 我覺得這樣子就很不公平 這個應該是違反了一些 基本的人權吧 沒結婚 沒小孩 應該更有時間在公司 為公司付出 是嗎 員工被迫裁員 彷彿世界末日 網友紛紛安慰 公司縮編必須有人資遣 只能說算你倒楣 但有資遣費拿就好 有一些企業認為 你應該要是一個穩定的人 你應該要是結過婚了 才能夠在我這邊工作 但是等到你進到公司之後 再用這樣的理由 剔除其實非常非常少 英國最近一項調查發現 25000名上班族裡 其中三分之二沒有小孩的 28歲到40歲女性 認為被公司要求工作更久 單身人士似乎順理成章 變成了職場苦義工 以性別歧視 體重歧視 外貿歧視 都是一樣的道理 你是單身或是你還 能不能找工作 這是另外一回事 單身狗一個人孤單過生日不夠 還要面對職場歧視 讓人看了實在好心疼 東森財經新聞李仲祥 陳偉佑 台北採訪報導